Hello 大家好 又是跟隨基督的時間 今天想跟大家講的題目就是What is good? 在我們裏面這一段時間 有一條歷史的試題 都令到大家很熱烘烘 並且到最後都要取消了它 這條歷史的試題就是 1900年至45年期間 日本為了中國帶來了利多於弊 你認不認同呢? 因為這個問題 令到大家有很多的討論 甚至最後取消了 當我們要討論利多於弊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很多的考量在中間 但有些人都找回頭 以前我們的國家主席毛澤東 當他回應一些日本人 跟他所說的道歉的時候 他都會跟他說 當然這個也是一個角欄 但在他的眼中他都看到一個利 這個利是甚麼呢? 就是他看到共產黨 能夠在這個位置的裏面 能夠絕狀成長 他能夠有一個機會 能夠在裏面反彈 另外一方面 他也能夠看到 中國人能夠因為這樣圈結起來 好像當我們人生裏面 我們去判斷一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都有利有弊 究竟神在我們裏面 他想我們去看利益 利益 利益 或是想看我們甚麼叫良善 What is good 今天很想跟大家看的一段經文 就是一個尼家書第六章 尼家書第六章 那裡這樣說 他說 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 當獻上什麽呢? 豈可獻一碎的牛毒為凡濟嗎? 耶和華喜喜悅千千的公陽 或萬萬的遊河嗎? 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嗎? 為自己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嗎? 當我們看到這段經文 當時有些人在想 有些甚麼能夠奉獻給神是最好的 有些甚麼給上帝是神最喜悅的 接著他就覺得神應該是一個利益主義者 所以我就要把很多的牛羊給他 只要夠多的話 他就得到很多 他就開心 或者我將一碎的牛肉給他 這個是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的 應該他都會喜悅 這個對他來說應該是最好的benefit 我們以為神是喜悅benefit 好像黃大仙那樣 當我們拿著一隻雞 拿著一些香 拿著一些東西 我們去拜祂的時候 他就會幫助我們了 好像我們用利益去交換一個利益 甚至乎當我們人 有時我們處事說一些說話 我們都是憑著一個利益的 就是我們會衡量過 我們說了這句說話之後 究竟對我有些甚麼好處 或者帶給我一些甚麼的破壞 在裡面我們會有很多的衡量 但今天神看到的就是what is good 在聖經裡面後面那一節 六章第八節那裡這樣說 世人耶華爾指示你何為善 何為善就是what is good 他在說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 全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原來上帝祂要我們的 祂不是計算的利益 不是在說利益是甚麼 對於祂來講 有一件事更加重要 就好像在創世紀裡面 在創造一件事 他都會說我看為好的 在裡面一切東西 他都是以良善 以美善為主 所以在他的眼中 他看的不是要多少牛羊 不是要多少利益 而是他要看在我們生命當中 有沒有公義憐憫 有沒有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當我們能夠行公義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在裡面忽視了 在身邊的罪惡 我們不會忽視這些邪惡 就掩著我們良心而去說 我不去理 我們怕由後果位影響到 我們裡面可能得到的益處 又或者在裡面講到說 好憐憫 我們能夠在裡面明白到 身邊的人那個需要 我們知道他裡面那個痛楚 以作為願意幫助他 我們願意去保護他 我們願意幫助那些弱勢蛇骨 謙卑的心 謙卑地與神同行 就是在我們裡面 我們知道我們不是一切都對 不論講公義講憐憫 我們都需要靈靈神的聲音 信服在他的話語當中 與他同行 不是偏行紀錄 所以今天 讓我們能夠去想一想 其實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原來不只是在講利益的 不是在講利益的 可能在香港在某些地方裡面 之前很強調講利益 但今天我們需要想 神看眾的What is good 什麼才是最好 讓我們能夠回應他 就是行公義 好憐憫 全謙卑的心 與上帝去同行 不要埋沒我們的心 讓我們用我們的心 回應耶穌基督的心 我們一起去祷告 基本上在我們去到你的面前 求神你來到在我們的中間 求你讓我們能夠行公義 好憐憫 全謙卑的心 與神同行 因為這就是神你 看為美善 看為好的 讓我們不是體重利益 我們得到多少的金錢 得到多少的權力 得到多少的好處和名聲 而是我們看 神啊 你要我們回應你的美善 學校你的生命 以至於我們願意 跟從你的旨意去行 原主你帶領我們 尤其是在這個 歪曲撥謀的世代 讓我們能夠揭力的 跟從你 與主同行 聽祂討告奉主命求 阿門 祝福大家 讓我們能夠拋開 利益 以至到我們能夠追求 上帝給我們的權 拜拜 拜拜